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 离水药的房积 继续 今天我分享这个房子叫 姜皮离水房 这个房子 它来源于 林亚良房汇变 这本书 它可以一期姜皮 行水消肿 主要用于 孕妇厂后县 组成有人生竹林 各三克 白竹当归各六克 这里的白竹是土草的 创雄大腹皮 橙皮 紫苏各十四克 质缸草 0.9克 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里边的 各个药的作用 主要人生 人生是补气的 大补元气 它可以主要用于这个孕妇 气虚 这些症状 芙苓 芙苓可以降脾沥水 可以降脾沥水 白竹 这块的白竹是土草过的白竹 为什么要用土草呢 因为皮属土 那土草过的 它 更加这个有 加起了它这个健脾的作用 因为这个病人 它有这个水湿嘛 为什么会有水湿呢 主要原因还是脾虚 所以它需要健脾 来 用化水池 当归 当归是补血的 啊 这里是因为孕妇 孕妇呢 它 这个肠后呢 它会 身体 比较虚弱 需要补血 啊 窗雄啊 它也是补血的 紫苏啊 紫苏液 它是发表的 还可以 行气 框中啊 橙皮 橙皮 也是礼器的啊 礼器化它 啊 这两个药呢 它主要是礼器啦 行气这方面 所以你不当是要补气 还要行气 而大腹皮 它也是行气框中 沥水 消肿 它也是行气的 另外这块补充一下 紫苏液呢 它还有安苔的作用啊 它对这个孕妇呢 它有一定的作用啊 安苔的作用 嗯 这个方式呢 它整体组合起来的话 就起到一个酱皮 沥水 啊 行气 消肿的这么一个作用 它作用比较温和 用于孕妇啊 肠后 泻 啊 主要表现有 肠后 久泻不止 啊 从而造成这种 嗯 身体比较虚弱啊 这种情况 嗯 好 这个健脾 沥水 方呢 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 观看啊 下期我们再会啊